走到这边,有很多碎石的路 如果你穿不对的鞋,其实这个地方很难走 前面有一个石头缝 你可以注意看人家的石头 它们堆起来也是代表marking这个路 看前面就有人扎帐篷 轻轻的走过,怕吵到被人睡觉 我刚才到现在已经走了 差不多两个小时,20分钟 也走不远而已,因为是慢慢走的 大概走了两三公里而已 现在走的全部都是石头路 如果你鞋不好,真的是很难走 据说这条路是古代的人打仗的时候走的地方 所以在这条路上有很多那种文明古迹 可以在一路上可以看得到 而且路上有很多那种村庄 也可以填补你的补给那些东西 这条路可以直接到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也是属于爱琴海的一个城市 有很多这种草,其实不可以靠近 因为它是很刺的 有几次我没有注意到直接走过去 被那个刺到,哇,酸爽 酸爽酸爽的感觉 先喝一点水 休息一下 差不多到顶了 坡度越来越斜了 前面更斜了,你看 不过我可以的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的 只要相信就可以做得到 还有,一粒很重要 不是我这一粒 是一粒 我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果 好像知道了是什么 好像又不知道了是什么 你看这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在那个视频下方 给我指导一下 就有一个标记 像一个休息区 可以在那边录影吧 去看一下 前面有一个平地 很像可以录影的地方 也是要记录一下 还是可以 过来这边 录影可以用到这个地方 以前有人住了 很大的一个影帝 下面有人弄过 还有灵火 风景是很美啊 在那边录影 真的是很不错 这边可以 融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十个 五个 应该可以有五个 那个帐篷都可以 不过不是大哥 就是那种 两人帐 两人帐 可以放五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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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来 这边有一个 洋 动物的地方 可能在其他季节 会有人把动物 在这里 然后 这里也是一个 蛮适合录影的地方 你看这个 雨地也算是很大 在土耳其 你可以随便录影 用神情 或者你上这个山 也用神情 就是比较容易一点 只要你带一个帐篷 就可以在这边录影 其实在路上看到人 其实有多 我总共 在一条路上 我总共看到两个人 一个是下山的 一个是上山 然后上山的一个 背着很大的一个背包 那是走比较远的 那个路程的 然后我就是 被小背包 是 应该我走的 就是一天来回 一天来回就是 不用准备这么多东西 不用准备帐篷啊 那些 过夜的东西 保暖的东西 都不用准备 比较方便一点 可是看到东西 当然不会比他们这种 走整个行程的 多咯 有一大片的那个石头路 好像有人扑过的路感觉 你看这个路 这蛮好的路 感觉是有人扑过的感觉 石头一方好好的 会不会是 以前的人留下的咧 有时候我们走到一个 分岔路的时候 比如说这条 你看 这边好像感觉一条路 这边也有一条路 所以要走哪里呢 你会看回之前他们留下的印记 OK 这条是不能走的 这条是不能走 所以要走这边 注意那个印记的话 就不会错了 他们通常都会留下他们的印记 好像你看这个 这里就是代表 可以走的 这条路 所以走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要看一下这些行程 就不会走错路了 偶尔走走一下 也是很爽的 一直流汗 我经常以前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想要 Trekking也很懒惰 因为马来西亚 太热了 这里 虽然也是有点热 可是 它算是 凉快的 所以舒服很多很多 真的是 天气真的很重要 所以在马来西亚 我没有运动 每次出国的时候 然后才做一点运动 虽然做的不多 不过 尽量了 所以 经常 出国的时候 我会用走路 都是因为要运动 然后走到这里 有一个分叉路 这条是主路 然后这条 显示是有去一个 露营的地方 我们去看看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 什么好的地方可以露营 再研究一下吧 你有没有 你 我 能够 我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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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